最近 最近的話在上個禮拜六 有一個公民社會團體 就是除濫違 那現在已經嫌棄提名 立委員 這個提名已經都確定了 那像這種 在選報法第104條 一種是候選人 當選或不當選 這個明目張長在街上 甚至於發起人 他曾經在講 在進選期間 該團體將會在設立台灣第一個落選總部 那可能會選擇在我的選期 那假如說中選會的態度 碰到這個情形的話 我請教檢察長 就是說那邊中選會接到我們的 接到我們的檢舉的話 你們也會抱著什麼樣的態度 我們會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話 會不會的話 不同意它設 還涉及到形式的問題嗎 因為他們講是這樣 因為它該團體設立一個 如果就是說到那邊 設一個 跟你打一個對台 設一個總部 你這邊說拜託拜託 嫌我嫌謝你一點 他那邊就在那邊拜託拜託 不要給誰 不要投給誰 這樣有沒有違法 這個團體能不能夠設立 這個是已經 我想已經 在報章雜誌都已經很明確地 已經很明確地 已經在宣傳 那我認為這個是一個蠻嚴肅的問題 那假如碰到這個情形的話 那時候你是中選會的委員 那我們會跟你投訴 那你對該團體 你們會有怎麼樣的做法 我看這個應該具體的狀況 加一個具體的狀況來定 具體的狀況的話 假如他寫得就很清楚 你們中選會 會不會把它移送法辦 就是很簡單 我們會 中選會 會收證 收集相關事證 相關事證 是啊 那這對於一數人不當選 一數人不當選的話 你們只有收證 那這個 這個廣傳 已經很明顯的委員選罷法 對不對 那你們要做一個 一個很明確的行為 或者還是選舉來 坦白來講還是不公平 就變成兩個人在打對台 另外一個的話 我們看看摔家 常常後面有一個的話 偷偷摸 把你的後腿扯一下 把後面的話丟東西丟一下 或者是忽然跑上一個人的話 把你 你的已經打壞了 把你打了 打幾錢 這個常常會有這個事情 是不是 身為 中選會 中選會的委員 接到投訴的時候 是不是要立即阻止 行為上要立即阻止 再來的話 這個法律上要預算法辦 這個很明確 這個很明確 所以我 你們會蒐集市政 蒐集市政 我也拜託 因為 就是這一次剛好有這個機會 而且事情的發生 也剛好在禮拜六 你們可以看到禮拜天的報紙 或者是禮拜六 禮拜天的電視 還有啊 我這裡也特別有收集一些資料 我先 預祝各位五位都能夠 擔任這個 當選委 中選會的委員 但是這個事情 即將要發生 所以我一定要拜託 五位啊 在這個事情如何不能夠 假如說他是很明確的 而且是現行犯 而且如何很明顯的 會很嫌罷 而且他這個總部也在設立 而且他的 他的動作也在做 好 那一定啊 一定要拜託 拜託 五位這個 這個 即將來 總政總選會的委員 能夠啊 對於選辦法 這個 候選人啊 能夠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好 謝謝